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鄧怡婷 歡迎鄧怡婷到早來關心 七月禮拜第一大社事 交通部長林家梁到操縣地區四十 除了了解因應到國土南河演算關公路由發展 當地幾月當操縣休息站新建港町 正式過來第一位當西兵 高速公路休息区以外 同時關心到高速公路 後續露燈休息的瓶頸好好 坤堤各光局,全面就是休息的安全 那這個休息站的話,我跟各位講官報告 第一座當西兵 向國速公路休息站 將在各地裡後,當操縣交流隊附近來設置 交通部長林家梁,整容會喊來聽出撤影 表示休息站為設計到公靈 都加入到關管的網搜 或是希望帶動到關管的發展 不管是上厕所 用一些减餐 还是停车休息 都可以满足这方面的功能 而且我们也期待这是一条 国道六号也是一个观光大道 多一个休息站 可以让在地的 这些观光的特产 尤其是很生鲜的 这些农特产 有一个可以贩卖的市集 依照到国室公路教交通的监察 为了说因应国道六号 演算观光路也发展 国官本发生 几个周围到休息站的空地 造成那种困难 总经会代表13亿 将在今年第10天 已经民国一百十一年完工 提升到国道学位的品质 又可以舒缓这个塞车的通道 一两公里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草屯也需要来提振观光跟生计 那未来鸟嘴坛的兴建 搭配这个休息站 会规划有农夫市集 另外一方面 我们交通部针对 中张头这个交界附近的交通路网 也在进行整个检讨跟规划 希望把国道 这个三号 雾峰的系统交流道 连接到中张头 各个高快速道路 可以增加它的行车的效率 当然相识里面非常的严 非常酷热 非常好 接下来 林家庭部长有关心到 高速公路报警的工程 表示说台湾的台湾加冰环 对大家英雄最新的救济大台湾 今年在宜兰当局的书兰 都来显示到救牛堕落 安全的重要性 感谢到高速公路的团队 专门来落实救牛的安全 记者安明信 炒火炉 的经验